阿伟,明天就要过年了,我能不能在你家里吃顿年夜饭,咱们一家人也好团聚 我和你怎么会是一家人,当初可是你主动和我断绝关系的 我那时说的是气话,你可是我儿子跟我计较这些做什么 大过年的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才开心 我们家永远不可能团圆了,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是你害的小雅没了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 是他自己想不开,非要寻短见,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初要不是你对他百般刁难,小雅也不会走上极端 从我们结婚开始,你就处处针对小雅,先是说他懒,不爱干净 随后又拿他和弟媳妇做比较 我没有说错呀,你弟媳就是比小雅懂事听话 当初你就是这样不依不饶,还把家里的钱都给了弟弟 我才被迫和你分家的,分家后,你也不肯放过我们 隔三差五来家里骂大街,有一次我家里包饺子 你就冤枉小雅,说他偷了你菜地里的韭菜 就是他干的,他手脚不干净 胡说八道,我不许你诬蔑他 后来我找弟弟证实了,是弟媳妇哥的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去冤枉人,还四处散布谣言 为此,村子里的人都对小雅只指点,他心里委屈得很 都说深正不怕影子邪,他还是做了亏心事 要不然怎么怕人家说三道四 你简直就是无可救药,赶紧滚出我家,这里不欢迎你 阿伟,你别没良心,你可是我养大的 现在却要将我拒之门外,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你都把我害成这样了,还想让我对你一礼相待 不可能,我怕等我走了 在下面见到小雅,她都不肯放过我 就那么一个臭婆娘,你至于这么念念不忘吗 小雅是这个世上唯一对我好的女人 是她让我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可你却因为一只鸡将它推向了死亡 我一直和你解释,那鸡是我在集市上买的 你却不相信,拿着上吊绳在我家门口又哭又闹了三天 还逢人就说小雅嘴巴缠 那些村民根本不了解情况 跟着你一起指责小雅,小雅最终不堪重负 用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等我发现时,人已经凉透了 小雅走了,她娘家人都没说什么 你整天抓着我小辫子有什么意思 再说了,你做的都对吗 我在那破房子里住了三年了 你被我不闻不问,那房子没窗没门 冬天冻得要死,夏天又喘不过气来 墙上竟是大口子 吃饭的时候石灰花花的往碗里落 我才是真的可怜 你可连跟我也说不着 当初拆迁分了五套房子 你瞒着我全给了地点 我去找你问缘由 你说了我不配当你儿子 我这才和你断绝了关系 白纸黑字可都写着呢 你要是想养老,就去找老二 别在我眼前瞎晃 我看着碍眼 阿伟懒得再理会他 直接大门紧闭 母亲只好去小儿子家 你这大中午的不在家休息 来我家瞎溜达什么 这不是快要过年了吗 我就想着搬到你家来住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还是算了吧 你前几天刚去派出所 告我不赡养你 现在又来这一套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那天是我老糊涂了 你别和我一般见识 我现在就想有个安身之地 度过我的晚年生活 你可别说这话 当初我们可是给你留了一间房子 是你自己不肯住 还上了所 非得搬出去住那个破房子 我清楚你的用意 你就是想卖惨薄同情 让村子里的人 戳我和阿伟的脊梁骨 觉得我们不孝顺 你当初就是用这些阴招来对付嫂子 不过我告诉你 我不是他 你这些招没有用 你这可是冤枉我了 我当初不和你们住 是不想给你和阿伟有负担 现在我岁数大了 身体越来越差了 就想在儿子身边 你说的比畅的都好听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不就是想在房子上加你的名字吗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为什么不行 这五套房是我的老房子 拆迁得到的 理应都是我的 我只是想让你们把房子 加上我的名字 以后我老了也有个保障 你们凭什么不同意 婆婆 当初是你主动把房子都写在小强名下的 现在想要反悔晚了 妈 当初是你主动把房子给我的 现在你可不能变卦 再说了 你知道装修这五套房子花了多少钱吗 我把家地都花光了 还欠了一批不外债 当初你手上还有二十万 我去和你借钱 你却说什么也不肯借 你的心也真是挺狠 现在还好意思在房产证上加名字 小强 你说这话简直是大秘不到 五五套房子连个厕所都没给你哥 全部给了你 你不知道感恩 还寄予我的存款 你真想把我逼死吗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肯帮我一把 那钱我买了养老保险 加上平时的生活开销 早就花光了 你少骗我们了 我可是听邻居说了 当时你正在和一个老头谈恋爱 钱都倒贴给那个老头了 后来那老头把你的钱花光了 又和你分手了 胡说八道 我一辈子清清白白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到底是谁在背后嚼舌根 我非得撕烂她的嘴 那你就去吧 是不是被人冤枉的滋味不好受 当初你就是嚼舌根把嫂子逼走的 现在也让你尝尝这个感觉 小美 你到底怎么回事 不停地提她做什么 我是想说 任何事情都有因果报应的 你到了今天的下场 没准就是老天在替嫂子报仇 小强 你这媳妇太过分了 今天我把丑话说到这里 这房子必须得加上我的名字 否则咱们没完 我可以在房本上加你的名字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就是你出这五套房子的装修钱 也不多 你就给五十万吧 什么五十万 你直接喝我的血得了 我真是看错了你们俩 早知道你俩这么贪心 当初我就该把房子都给阿伟了 后悔了吗 晚了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小强才是房子的主人 当初是你自愿赠予的 婆婆被小美的话气得直跺脚 婆婆上前就想要对小美动手 却被小儿子给拦了去 老太婆 你以为我和嫂子那样好欺负吗 你要是再敢和我动手 看我怎么把你送进去 婆婆被小儿袭吓得浑身哆嗦 转身就往大儿子家跑去 阿伟救命啊 有人欺负我了 你这是怎么了 谁敢欺负你 还能有谁 就是小美这个小贱人 我真是看错她了 没想到她这么厉害 你赶紧送我去一趟医院 我焚身难受 谁欺负你的你就找谁 我可不烫这个浑水 万一赖在我身上 我岂不是亏了 之前你和老二没少给我下套 阿伟 我都这样了 怎么可能还骗你呢 你知道行身的狠 我惹不起你 只能躲着你 阿伟妈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对小雅那么刻薄 要是她还活着 肯定不会像小美那么对我 我也不应该把房子都给小强 现在落了个无家可归的下场 阿伟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帮我把房子抢回来 到时候我给你两套 你是被他们赶出来了吧 这是你的报应 我对你的房子没兴趣 更不愿意参与你们的事情 你当初对老二掏心掏肺 对我横眉冷对 现在又和他撕破了脸 这就是你偏心的下场 是老天再替小雅明不平 说完 阿伟直接关上了大门 老太和独自站在门外 默默流泪 它就不会 就不会 不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